三峽安楚宮醫院 經見男女交疊屍體 口鼻沾泥 手腳捆綁 疑似遭內水身亡 兩人關係 僅是鄰居 卻一同遭無辜殺害 警方循現逮捕凶嫌 竟變成是要找妻子 到底怎麼回事 來看這起沈文斌內殺雙石案 透過中式新聞的獨家畫面 可以看到男子的遺體 被警方從綠色箱形車上 拍了出來 監視小組在一旁 拍照搜證 男子身上沒有明顯外傷 不過因為死亡多時 已經肢體僵硬 弓著腳死狀淒慘 郭美多久 另一名女性死者 也被抬出了車外 他們都繞繞下來 結果他就 鄉洋鄉立美 說有這麼沉沉 跟一堂 說兩人 那是就是為人來 他說兩人 要不要用照片 就是大家學醒我妹這樣子 潘興被害人姐姐 在臉書上PO文求救 時報當晚 一男一女被人擄走 請大家幫幫忙 還PO上兩人的照片 沒想到最後等到的 卻是最不願意 等到的結果 這名呂先生和潘興店員 以及他的哥哥 是兒時一起長大的玩伴 感情特別好 當天剛理完前 在檳榔灘串門子聊天 沒想到卻遇上家暴男 上門找太太 無辜被押走 並且遭到殺害 不到一百公尺 派出所在這裡 案發的檳榔灘 距離派出所 短短不到一百公尺 旅行男子也住在附近 沒想到路過聊天 卻無辜喪命 為什麼要殺人 可不想一下 通嫁毒手 綁架撕票 嫌犯沈文斌 冷卻犯下雙吃命案 被捕時態度卻異常冷靜 有會喔 為什麼要跟他們家的 人家還要把他們送送給 根據了解 沈文斌和妻子結婚多年 有一個九歲兒子 但兩人經常吵架 沈文斌又長期家暴 妻子受不了離家出走 沈文斌就是為了找人 才犯下殺人案 只不過這起家暴衍生的命案 卻讓無辜的兩個人 斷送性命 由這場法對著鏡頭自拍 它就是這場命案的關鍵 祖賢沈文斌的張姓前妻 你身邊人在家裡 整個家裡 我老婆已經沒有了 整個家裡就 低著頭 眼面哭泣 他們是凶嫌的妻子和妻舊 沈慶祖賢要找的 本來是他們兩位 她一直覺得說 我妹妹好像有慫恿 就是那個女生 我妹妹講她公公那時候來 我妹妹的電影恐嚇過 說她讓我妹死得很難看 往往水神微酸性電解次氯酸水 它能夠真的幫助你 做好環境跟物品的行銷 那像我們中天呢 全天攝影棚呢 都是不停的以水神物化器 來噴這個水神 保持整個空氣的安全 那隨時噴的話呢 水神水手噴這個部分 也非常適合 去哪裡買呢 都可以到快點GO